我这里有三盆花 这三盆花就是送给我那个大水冷空调的强哥 前天啊大前天来的时候给我拿个来的 让我帮他整一下 三盆是什么花呢 一个是杜鹃 这个杜鹃没戏了 当时我也跟他说了 这个是被他养蛤屁了 看到没 这个没救了 也别救了 没意思了 然后呢一盆是桂花 这个桂花我感觉有点椒苗 老是不生长 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 待会吧 还有一盆呢就是这个石虎 铁皮石虎 它这个缺点在于哪呢 它这个水啊加的比较高 而且带有这个线头 这个线头会一直吸水 一直吸水 一直吸水 就导致这个石虎呢 有点土长 然后有一些个缺肥 我准备把这个给它转成土培啊 其实水培的话 时间长了不适合 水培虽然说很干净 咱们就搞这两个 这个呢就是给它换换盆 就OK了 好开整 首先呢咱们看这个桂花啊 看一下这个是嫁接的 当时用的盆有点小啊 强哥也一直跟我说这个事 他说它的地方小 老师用的这个盆感觉也有点小 然后这个土有点太硬了 他之后他用的是这个赤玉 钱没少花 哎呦太硬了 你看这个土 就花儿梅养花的时候 也会遇到这种比较难缠的时候 你看 这个土 我摔都摔不动 你说这 哈哈 它养的时候是不是会更累啊 啊 看不看 你想想这么硬 你能钻得动吗 那根系能长得动吗 你都钻不动 根系怎么长得动 换门越热情况是可以 洗根换土是可以 你看这个毛根长出来 长是长出来了 发现没有 就是未来以后 你想想它一缺水的时候 会不会干 会不会裂 它有一个张力 会把根给拉断 你看根本就不长根 发现没有 根本就没什么根 对吧 你根系不强 你这个植物怎么强 再给大家伙说 这个洗根换土这个事 洗根换土不是说必须的必 是可以的渴 哈哈哈哈 你强哥养不好 不很正常吗 强哥还没事 就过来找我喝茶 哪会来都给我拿个啤酒喝 哈哈哈哈 但是好大哥 这样的话这个盆就不算小了 这样的话重新种就行了 别的没啥事 这盆还是有点小的 我感觉你看是吧 嗯 我感觉这盆还是有点小 还是有一点点小 咱们换个略大一会的 这个差不多 我感觉 这个吗 这个行 这个行 先养嘛 先养起来再说嘛 对吧 这回咱们直接用老白衣的通用配方煮就完全OK 可以了 这个呢 我选到的花盆就是我们普通的种植花盆了 就是一定要排水透气 排水就是一定要有排水孔 透气了 你看我们这个 它都有凹槽 你不能什么样的花盆啊 你只要是有这种凹槽啊 能透气能排水就行 好吧 这个材质不重要 下面垫一丢丢的底土 不要埋的太深了 刚才川普说这个盆太深了 盆深也不算很深啊 也差不多 这样往下蹬一蹬 然后往上提一提 根系啊 这个土一定要完全接触 千万千万不要空冰 你看这样是不是就感觉不算深了 嗯 就差不多了是吧 之后呢 修剪 好吧 修剪的一个目的是减少它的一个压力 这么密啊 你感觉密吗 密了好 密了好 密了点了 就有点闷得慌 川普都知道有点闷得慌了 我能不知道 剪 这种剪的时候 你又发现就是 平行枝 就是这两根枝往一个方向长 它压着它长 看到没有 它压着它长 压 这样给你拔开看 这根跟这根是压着长的 对吧 你要么你就剪下面这个 要么你就剪上面这个 我剪下面这一根吧 这种就叫平行枝 交叉枝你知道是啥吗 就它两个来会打架 它俩冲着长 这种就主要重叠枝 交叉枝平行枝 就都都剪了 就是给它们腾了一点生长空间 穿棚可以啊 现在都学会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内膛 你知道什么是内膛吗 就这个心里边 给给给给给 稍微拔一拔叶子 知道吧 心里边给它弄的清亮一些 还有一个就是 向下长的这种事 看到没啊 这个枝条 你能看到吗 就这根枝条看到没有 就这根 它往下长 你看到没有 叽叽叽叽别挡了 你你现在去 我发现很多话 我都看那个修剪那个示意图 他们看不懂 这样一讲应该懂了吧 你懂了吗 懂 就是平行 这样叫平行 就是这俩是一块往这边长平行的 你就二取一 俩打架的也是二取一 往下长的直接砍掉 内膛就心里边的这些 全部弄掉 好了 下来呢 咱们要浇一边透水 这个石器可以往水里面放一些生音液 刺激的发根 用的是会玩生意 养花用会玩 省心又省钱 用的多就买大瓶的 用的少就买小瓶的 搅拌一下 如果说大家出现浇水 不容易浇吐的时候呢 就可以像这种叫浸盆 直接给它泡起来 让它咕咚咕咚喝一边透水 好吧 这一边水必须要浇透的 你看弄下来这个土 这个土帮硬啊 太硬了 很难养活的 你没用泥土 老外姨说 老外姨不能用泥土 不是不能用泥土 你长点脑子 你用点沙子掺一掺不行吗 你可以不软 但是你得透气啊 对吧 你说我这个很坚强 很坚强 真的是 一头撞到南墙上也要坚强 真的是 真的是 是吧 一头撞南墙它能叫坚强吗 坚强坚强坚强 换到土里边 有点蜜啊 打开看给你们看这个里边 它这个是用绳子用水苔缠起来的 这里边还有肥料呢看到没 看到没 其实它根本它就 这个东西呢它根本就不是用这个 长培养出来的 它是这么弄了一戳给它压到里边 你看里边都五黄了看到没 其实呢大家对于湿湖南也好 还是对于什么花也好 你只要了解了 它的那个根系跟土之间的一个联系 它就是个承载体而已 你就会明白很多了 直接种就行了 这回呢我用的是老花一的这个泥碳土 用个大颗粒的出纤维的就是 你看这种看到没 这种感觉到了吧 有的话说人家都用苔藓 这个就是苔藓的泥碳包 有些个外行装内行 有没有遇到过穿风 就还跟你说的一梦一愣的 就感觉自己懂得很多 其实这啥也不是 先养起来吧 先给这个培养培养懂我的意思吧 先培养啊 跟强哥先说一下 先培养 浇点水 强哥灌出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了 我跟他说了我都给你救了 说我在视频里边给你逗逗 详细一点 然后这个呢长了你知道吧 小慧你知道吗长了可以剪 剪还是不剪 别剪了 留好看 不剪了哈 留的好看留好看 啥也不用 啥也不用 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伤根你知道吗 他根本就没有把根长到这里边 不存在伤根 就换一份比较舒服的资料 对吧熊猫啊 你过来干嘛 你看你脏兮兮的样子 晚上跟传棚睡去吧 好了 给强哥收拾完了 也算了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废花 还有这个石湖南的事 别的没啥 觉得不错呢 记得点个赞 想要寄养的错本了 视频我们后台 我是老花姨 养花记载也 那下期再见 白了